现如今的非洲一共存在着多达54个国家,绝大多数的非洲国家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在经济及政治发展上长期属于世界后列。 但若是提到位于非洲大陆上的强国,不少人脑海中第一个出现的国家却恰恰位于非洲最南端,那就是有着彩虹之国美誉的南非共和国。 南非是非洲为数不多,经济基础良好的国家,与埃及和奈及利亚并列为非洲前三大经济体。 虽然近年来在GDP方面已不及前两者,屈居为非洲第三经济大国,但鉴于南非人口远不及埃及及奈及利亚,若以整体经济实力看待,南非仍是目前非洲大陆上经济最强势的国家。 虽然如此,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南非在拥有较高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也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国内10%的人口掌控着全国八成的土地与财富。 过大的贫富差距也导致了南非治安状况堪忧,更从一度逼近发达国家的经济退化至发展中国家的水准。 此外,回顾南非上世纪的种种政治及历史,除了失衡的财富分配外,境内更发生了不少至今仍被铭记的历史事件。 例如曾是非洲唯一有白人统治的国家,恶名昭彰的种族隔离政策,传奇的南非国父兼革命家曼德拉总统,以及极具争议性的,由黑白政权更迭所导致的国家发展停滞等等。 今天的四处观察,就让我们来看看在20世纪时一度被评为非洲唯一发达国家的南非,究竟为何成为现今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南非境内种族隔离历史的前后,以及政权更迭为南非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前因后果吧。 南非共和国坐落于非洲最南端,国土面积超过122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24名,由东至西分别与史瓦蒂尼、莫三比克、辛巴威、波扎纳以及纳米比亚接壤,国土东部还拥有非洲唯一的国中国赖索托。 南非全国生活着约6014万的人口,其中境内的白人,印裔及有色人种比例处于非洲国家之最,拥有全非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以及非洲乃至全球最丰富的矿产资源,无论在科研、工业及制造业上的基础都位居非洲前列,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并列为金砖五国。 南非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三个首都的国家,行政首都位于普勒托利亚,立法首都设立在开普敦,司法首都则在布隆泉,国内最大城市名为约翰尼斯堡,除了是南非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外,也是非洲为数不多的大型都市。 打从数个世纪以前,由于欧亚的陆路贸易通道被奥斯曼帝国占据,位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也尚未开通,恶守欧亚海上贸易据点的南非,就已经是非洲多元种族及文化的聚居地。 1487年,葡萄牙探险家巴尔托洛梅首次登陆非洲最南端,使南非迅速成为欧洲通往亚洲的海陆必经之地,随着葡萄牙人在非洲的探索及贸易而逐渐兴盛, 在随后的数个世纪内分别被葡萄牙、荷兰及英国殖民,大量来自欧洲的白人踏上这块原始土地,现如今南非为数不多的白人、布尔人,正是中世纪时荷兰及法国移民的后裔。 自此,有色人种开始在南非发展起来,当地的黑人土著则逐渐从地主沦为廉价劳动力,催生了南非最初的种族不公制度。 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金伯利及约翰尼斯堡分别发现储量惊人的钻石与金矿后,南非一跃成为了全世界矿产最丰富的地区,在加速了经济成长与移民数量的同时,白人掌权者透过加大对土著的控制力度,对南非各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巧取豪夺,加深了南非黑白种族间的不平等制度。 到了20世纪,美国成为了新一代的全球霸主,称霸世界长达数百年的英国对海外疆域以心于利处,旗下殖民地纷纷独立。 同为殖民地之一的南非于1910年成立南非联邦,1934年脱离英国殖民,绝佳的地理位置及数百年的贸易史,让南非坐拥良好的贸易基础,境内矿产资源傲视全球。 黄金与钻石的储量位居双世界第一,更在英国殖民下拥有非洲最好的工业和服务业基础,使南非打从独立后就成为了非洲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虽然如此,以黑人为主体民族的南非,在独立后仍无法摆脱白人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控制。 1948年,恰逢二战结束,由白人领导的国民党在大选中胜出,加强了欧洲殖民统治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将国内民族分为白人, 有色人,印度人及黑人四大种族,为不同种族制定各自的权利与限制,让当时仅占了南非两成人口的白人,却在各领域控制了以黑人为主的其他民族,享有可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生活水准,而黑人无论在所得、教育、医疗、住房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收入不到白人的十分之一,只有2%的黑人能达到高中学历。 1960年代开始,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变得愈加严苛,出台近代史上最大型的驱离行动,将超过1000万名黑人驱离家园,破迁至仅占南非国土12%,美其名为黑人家园的班图斯坦地区, 并计划将这些地区逐步逐出南非,政府甚至废除了非白人的政治权利,剥夺黑人的南非公民身份,将黑人的人权限制在所属的班图斯坦内,而其中被作为班图斯坦的南非地区如川斯凯、波布纳、昏达及西斯凯等,在种族隔离期间更已成为了名目上的独立国家。 然而,历史的浪潮总会诞生天选之人打破枷锁,纳尔逊·曼德拉出生于南非黑人部落,父亲是黑人大酋长的高级助手,在种族隔离制度出台后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部落权利,选择帮助全南非的黑人为种族平权做抗争,带领非洲人国民大会反抗白人政府。 1962年被南非当局判处终身监禁,却唤醒了南非乃至全球黑人同胞渴望平权的决心,也让南非的种族议题逐渐受到全球范围的关注。 在严苛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尽管一些国家开始抵制南非政府及商业,借此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却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前后出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国内经济实现了长达40年的高速成长, 于1960年代更可与当时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日本相匹敌,被外界称为非洲经济巨人,更是非洲唯一成功开发核武的国家。 直到1980年代,外界对南非的抵制行动扩展至国际规模,南非经济才真正受到影响,为随后种族隔离的撤销及政权的更迭拉开帷幕。 1990年,在迫于国际制裁、经济受挫及国内反种族歧视声浪的多重压力下,为了改善南非与世界的关系,政府当局在同一年内做出了多项历史性决定, 包括宣布解除对在野组织的禁令,摧毁自身核武,同意西南非,也就是现今的纳米比亚从南非独立,以及释放被囚禁长达27年的曼德拉,迈出了摒弃歧视的第一步。 1993年,时任白人国家总统戴克拉克与曼德拉就政策的过渡进行谈判,1994年4月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选举,由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以压倒性多数获胜,曼德拉成功当选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自此,南非黑白政权更迭,由主体民族所领导的非国大一直执政至今。曼德拉上任后,除了采取推行种族和解的软卓路外,也出台了一系列用于帮助黑人族群的经济振兴法, 例如黑人在白人公司强制性占有股权,任何公司机构必须聘请四分之一的黑人员工,以及银行贷款必须保留一半的份额给黑人企业等等。 一众方案在提升了黑人就业前景的同时,却无暇顾及先前因种族隔离而缺少了教育及管理经验的黑人,在就业初期上难以胜任智力密集型岗位,加上大量白人因害怕被报复而逃离南非。 当中不乏一些撑起南非经济的高学历人才,造成了南非各大经济领域面临衰退,国家管理混乱,伴随着大量因隔离解除而重获自由的贫困阶层,间接加剧了南非的犯罪率,伴随着国内艾滋病的肆虐,南非人类发展指数在20世纪末一度面临下滑,在经济层面上也从高收入国家退居为发展中国家水准。 时至今日,通过基尼系数等因素综合比较,南非成为了当今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在参与统计的164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一,不少人把南非的经济现况追究于后上台的黑人政权,但若回顾南非在1970年代的经济起飞,极大程度得益于国内发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丰富的矿产资源。 而恰逢20世纪80年代金价暴跌和萎靡,南非的主要创汇渠道和支柱产业在政权更迭前就已遭重创,加上国际社会对于南非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及石油禁运,让在经济上极度依赖西方资本的南非,国内经济在解放前的动荡中就已处于下滑趋势。 此外,尽管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已近30年,在种族分配对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影响下,种族隔离制度的残余仍是造成现今南非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例如国内仍然存在的性别及土地分配不均等问题,导致了南非的贫富差距一直无法得到改善。 数据显示,南非女性的平均收入要比同等男性低了足足30%,而在农业用地方面,虽然现如今南非白人比例呈下降趋势,高达七成的土地依旧属于白人阶层,作为主体民族的黑人仍无法完全主导南非庞大的自然资源及财富。 反观,在曼德拉执政期间,南非经济封锁被解除,外资重新被引入,在社会方面,70%的黑人社区得以接通水电,黑人儿童入学率有10%提升至100%,国内建立了让全南非人民共享的公共医疗服务,为国家在后十年由降低矿产依赖的经济复苏打下了重要基础。 而最最重要的是,南非政权的更迭,向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诠释了和畏种族平权。 虽然在一部分人看来,由黑人掌权的南非在国家发展上远不如20世纪的白人时代,现如今南非白人的收入及财富占比也仍是黑人的数倍之多,但若以社会角度看待,种族的平权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本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科技教育的沉淀也需要时间的积累。 而曼德拉在带领南非迈向自由所做出的努力,使南非政治制度的巨变得以透过和平的方式实现,让南非在经历了非洲乃至全世界最严峻的种族议题的同时, 却是非洲少数从未发生政变的国家与一众战乱贪污腐败的非洲国家相比。 曼德拉完成了民族和解后也没有贪恋权位,正如曼德拉的自我评价,希望我的墓碑上能写上,埋葬在这里的事已经尽了自己职责的人, 既没有让南非成为血海,也没有让平权运动失败,除此之外我别误他求。 好了,这一集的四处观察就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所带给您的知识。 如果觉得影片还不错的话,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赞,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和打开接收通知。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让我们到下一个影片四处观察吧。